就在上周刚刚公布的 巴西国家队出征 俄罗斯世界杯大名单中 来自北京中和国安队的 中场核心奥古斯托 成功入选 他也就此成为了 中超本届世界杯 唯一参赛的巴西球员 三世而立的奥古斯托 迎来了新的挑战 对我来讲是非常兴奋 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我们夺冠 把这个团队会的冠军 拿下来之后 这是另外一项 世界主目的赛事 所以在这项赛事开始之前 我的心情还是很激动 很期待 我在北京中和国安的表现 是得到了认可 才能拿到这个机会 我也希望能够 以更好的表现 去回馈所有认可我的人 最近几年的巴西队阵中 奥古斯托一直拥有着 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2016年的 里育奥运会男足决赛 在马拉卡纳体育场 9万多名同胞的 现场驻卫生中 以超龄球员身份参赛的 奥古斯托冷静地 罚入点球 并最终帮助巴西队 获得历史上的 首次奥运会男足金牌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 奥古斯托也将自己 调解到了最佳的状态 我现在做好了 一切万全的准备了 因为世界杯 我们从小组赛阶段 从之前的入围赛阶段 我们每一场比赛 都是这么一场一场 一场打过来 所以我不论心理上 还是身体状态上 都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去把比赛打好 就像每一个热爱足球的 巴西孩子一样 身披桑巴战袍的奥古斯托 同样有着自己的足球偶像 他的偶像前辈们 曾经为巴西 赢下了世界杯冠军 而现在轮到奥古斯托 继承他们的事业了 不仅仅是小的时候 我在从童年 一直到我18岁的时候 包括我进入一线队打上主力之后 我见到伯纳尔迪尼奥 我还是依然会说 哇 这是我的偶像 包括罗马里奥 包括伯纳尔多 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我们每一个 在这个足球世界成长当中的人 对他们都会有仰慕的这种感觉 我也是一直以他们为榜样 去激励着自己 不知不觉 今年已经是奥古斯托 为国安效力的第三个赛季了 身为八甲MVP 又打破了国安历史上的 最高转会费身价 当初选择 从熟悉的八甲 来到遥远的中国 本身就是一次冒险 生活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在生活的每个阶段 都要接受不同的挑战 我在20岁 在德国开始接受这些挑战 所以每一步在每个国家 都会遇到新的不同的情况 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去自身做出更多的努力 努力并且有收获 这是我希望能够看到 无论在生活中 还是在比赛中 拉尔夫一直是奥古斯托的 好兄弟 好大哥 上个赛季结束后 拉尔夫离开国安时 奥古斯托眼中的泪水 感动了无数国安球迷 本赛季奥古斯托 将自己的球衣号码 换成了拉尔夫曾经的五号 这会是一个偶然吗 首先是为了纪念我的朋友 拉尔夫 因为他之前是 出战比赛的时候 是披着五号战袍 然后现在加上另外一个理由 是我们在奥运会夺冠的时候 我也是神披五号战袍 所以我使用了这个五号 它是有双重意义的 拉尔夫是 当时就知道了 我一选择这个号码 我就告诉他 他说 就应该是用一个号码去穿嘛 从本赛季第二场联赛开始 奥古斯托一直以国安队长的身份 带领球队征战中超 中和国安也在这段时间 取得了六胜四平不败的好成绩 而奥古斯托在本赛季的两立进球 都是在球队弱后的情况下打进的 顺境中掌控局势 逆境中做出表率 在国安效力的第三个赛季 奥古斯托也迎来了自己的退店 我们的球迷是非常出色的 他们每场比赛都在支持我们 所以我受到我自己肩上的责任 我也希望能够以队长的这个角色 去把我自己应该去做好的事情 在场上去发挥出来 然后带领我的队伍一起去的顺利 我也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去感受到我这份热情 因为我之前在队伍当中 也是慢慢地去了解这个队伍 然后现在足够了解之后 以队长这个角色出战的时候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所有队伍 自从施密特联赛变阵 以奥古斯托 比埃拉 调成持中国组成的中场四中斗以后 国安在比赛中的流畅性和控制力 达到了中超顶尖的水平 对于自己位置的变化 奥古斯托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现在踢的这个位置 跟我在国家队 跟柯林迪安踢的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非常习惯 而且我很喜欢这位置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教练 因为教练是把这么多人 一合到一块找到了一个最佳的体系 这样我在进攻当中 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 因为我之前的位置是更靠后的 现在踢的位置 可以让我更舒服地去拿球组织进攻 在球场上的奥古斯托 硬朗 强悍 永不言败 即使是刚来到球队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暴躁的表现 也是源于对胜利的执念 也正因为他这样的性格 北京球迷用他的名字简称 给他起了一个奥古这样的外号 对于这个外号的中文含义 奥古真的了解吗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更多的反映 球迷对我的知识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一直支持我 和支持中和国安 我希望我们在今年的联赛当中 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正硬朗肯定是银汉吗 当然是正硬朗肯定是银汉 就像上个赛季 在对着辽宁时打进的这个箭球 硬汉奥古斯托一次次面对着生活的考验 勇敢地战斗到了30岁 而在这一年 他也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改变 我们在巴西有一个说法 三十而立 所以这个年龄本身就是 比较成熟的一个年龄 在成熟的年龄 能够迎来重要的人生的 重要的大事件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欣喜 我最大的转变是我之前 可能更多的是考虑 我自己的人生规划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首先把第一位 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之后才是我自己怎么去规划 现在我可能也更多的 去理解其他人的想法 这种转变是很好 也许正是这种理解 让奥古斯托在面对队友时的态度 与之前两个赛季 有了明显的改变 特别是他对队内的 U23球员韦世豪的指导和关怀 更是让大家感受到了 奥古斯托铁汉柔情的一面 我们都是从小队员成长过来的 所以我知道在场上 他们需要什么 我现在也作为老队员 去帮助队伍当中的年轻队员 我跟韦世豪的交流 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他会说葡萄牙语 所以我再跟他去说 场上应该去注意什么 然后去帮助他更快地成长 而且他是具备这个前置 所以我希望看到我们队中的队员越来越好 对很多外员来说 对家乡的思念 往往会影响到球员的状态 让他们在球场上 无法百分之百地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对于这个问题 奥古斯托认为 北京这座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 能够让他很好的忘记对巴西的眷恋 北京有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无论是想去看不同的商场 或者是看不同的名胜古迹 或者是了解北京本土的文化 我都可以找到地方去感受 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城市 北京有两家巴西的烤肉餐厅 所以我有时候会去那里吃 然后我家里面有一个 做巴西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厨师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想家 因为这里拥有巴西友的一切 三年的中国生活 让奥古斯托变成了半个中国推广大使 每次回到国家队 他都会向队友介绍美丽的中国 而作为中国最流行的生活方式网购 也在不知不觉间 变成了流淌在奥古斯托血液里的本能 所有人都在问 不只是他们 因为中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然后而且很遥远 这距离很远 所以每个人都想了解这里的情况 包括浩克来之前也给我打个电话问我 我来之前我也问过这里的巴西的朋友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想更尽可能的 多了解这里的情况 我现在更多的像是一个中国推广大使 因为每一次他们问我 我都想把这里最好的情况告诉大家 然后我现在觉得有这份责任 我非常喜欢网购 因为我每天都会到晚去买不同的东西 有时候我如果到家看到没有包裹来 我都会觉得今天有点奇怪 怎么没有包裹来 所以无论是我的朋友在巴西 可能带我带点什么东西 或者我自己有这个购物需求 到晚去找一找 对于足球王国巴西来说 每届世界杯目标都只有冠军 奥古斯托希望在俄罗斯世界杯中 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并将这份荣誉带给北京的球迷朋友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冠军 因为我们巴西不成功变成人 必须要把这个冠军拿到手 我希望我会把大理石杯谱 来跟大家一块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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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